这群狗狗太幸运了 他们遇到了一个爱狗人士 并且给狗狗们建造了个大别野 一栋房子远远不够 小哥收起了草皮 准备开始扩建工作 他拿着抢购来的小铁铲 画上大概的区域 就对着地上开始抛坑 看得出地上的泥土十分的松软 抛坑输出压根不费力 眨眼的功夫就沿着房子的周围 挖上了一圈的坑来做水石 还要在后面放上大水缸 并且要挖上凹槽 把水管埋起来暗箱操作 这样会更加美观 弄好了管道 小哥拿来了水泥 用自己的小手 一点点涂抹在小水池里 可以洗到防水的作用 接着他拿出了特制的小桃罐 插在刚刚的管道上 这样有水就能从里面喷出来 狗子们都是小短腿 小哥用两根棍子 在中间整齐地架上竹面 并用藤条夹布做成一个独木桥 这样狗子就不用掉水泥了 旁边也要放上一个 免得狗子看不见 细心的小哥 还专门拿来泥巴 给小狗们加上一圈的伪蓝 不让小狗掉进爱情的苦海里 狗子们真想反手给他一个赞 那么有爱心的主人哪里找 为了家不再单调 小哥拿来了秘密武器